大便水面呈现诡异的粉红色 和正常海水形成鲜明对比 珠海水域进来这奇特的景象 连当地民众都觉得奇怪 肯定有好奇了 红色的吧 对不对 粉红色的是什么颜色来的 为什么会有这种颜色在这里 长达一公里的水面出现不寻常的颜色 更怪的是到了晚上 如果朝着水面丢石头 石头积起水花外 水面还会泛起荧光蓝色 有人形容就像蓝精灵跳动一样 事件引发议论后 官方派专家到场调查 初步判断是水里的夜光枣所引起 身体里面含有一种发光颗粒 这种发光颗粒呢 它是一种蛋白 这种蛋白质本来 在没有受到刺激的情况下 是粉红色的 但是到了晚上 当它受到刺激的情况下 咱们这个发光颗粒 它会收缩 然后就会激发出这个荧光来 夜光枣会让水变粉又变蓝 让人感觉有趣很梦幻 这成因和马祖的蓝眼泪一样 但有道路专家认为 这属于一种枣害 赤潮爆发的话 它会附着在这个鱼的这个塞上面 可能会导致这个鱼的死亡 尽量不要去食用 发生刺潮的这个海域的鱼虾的生物吧 大陆专家解释 夜光枣会突然大量增生 可能是受到当地气温偏高影响 一般持续时间是一星期 夜光枣本身不具有毒性 但造成鱼类死亡的过程 会大量消耗溶解氧 和释放有毒物质 对海洋生态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